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又懷疑 武械 贏者 河馬仔 之前說完新番之後 說完夠了 不好意思 今季就新番 好像看了很多大 我又不是看了很多 我也不是看了很多 有哪一套大的 有幾套都叫值得的 今季實際上真的大番 頂多叫做 貓蜜魚比較 好像是一出來 就知道是一套大野之外 反而覺得貓蜜魚這套是小番 頂多算的 頂多 頂多 頂多出名是因為作者之前那一套 頂多年 今次我覺得 好像少了一些雞人 但又多了很多日常 雞人的上季已經做出來了 對 現在你還有銀河機公正正在做 然後還要等二百年之後才可以看到這個革命機 差不多了 所以沒辦法了 所以今次就真的 樹生發辦 第一套 第一套 我們最多人看 我們叫做 應該說 每個主持都看得不多的情況下 竟然這套 每個人都有看 我們第一套要說的就是這個 PSP的遊戲改編的作品 就是彈宇輪破 我以為你說B 還有 但這套彈宇輪破 原作是取自這個遊戲 好像是PSP遊戲 PSP 很多人都公認說這套是PSP遊戲中必玩的作品之一 但我沒有玩的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再再沒有玩過 我想發主持 沒有玩的 我們應該告人都沒有玩 但應該好像有人是看完一兩集之後 走去爆完遊戲的 我們以往經常都說 動畫化其實是希望人們可以玩遊戲的 但我其實一直有個疑問就是 作為一套推理 如果我看了動畫版的話 那我玩遊戲的時候就打了折扣 所以就是吊著你 你一個星期才看一次 那你就很不拒 例如說這一集你很想知道的答案 那你就去找回遊戲玩 那它就成功了 沒有 我有個問題 但是如果這類型的事情 海貓那類型不是已經做了嗎 海貓是等別人遊戲出完再出遊戲 這也是問題 什麼是遊戲出完再出遊戲 我意思是 遊戲出完再出遊戲 即是續集 更聰明的做法應該是 遊戲的兇手和動畫的兇手是兩個人 那又有難度 這些都是創意的 到時人們又說 都不同的 又在那邊比較兩套 你做得很難 然後又說你做得很難 然後又說你做得很難 兩全其尾這些人 但是我聽到 因為我本身有幾個朋友 都有玩過遊戲 現在現時 我們剛剛播完第三集 剛剛播完就會是 它就說 Cut是Cut了很多 但是 它斬得 叫做有條理 不過你說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按誠意 其實我不知為什麼它 摺親一些作品 都是 故事大到沒有朋友 心理描寫多到阿媽都不認得 但是它的集數 要不就只有26集 上季還剩下13集 然後做了一套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變成一套 13集 就是26集 就是52集 這套 Survivor 大家都不知道它說什麼 這套好像都說13集 聽說 因為如果它斬了很多 因為原作本身有很多 所謂的角色描寫 如果它斬了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老實說 現在大家都著眼 怎麼看 它是一個推理故事 其實是 那我想它 按誠意的原因的話 你想看這些所謂的描寫 自己玩遊戲 沒意思 出來不知道幾秒 死了的人 其實心理描寫 是角色推理最麻煩的 就是搞心理描寫的 很難的 你第一個死的那個 通常你都不會記得它是誰 不是 通常很多對白同書說話 交流了他的心理事 心理描寫就會死 我甚至問你一個很簡單問題 海貓第一個故事 第一個死的是誰 你回答吧 3 2 1 你都拿不出來 很正常 很正常 我都不正常 海貓重複了這麼多故事 第一集那個故事 死的那個 不記得不出奇 我反而覺得 它本身你這樣說 它這些作品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玩完 但感覺上 就是它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 像是一些平人世界 我這個遊戲 一開始就是 這個idol先死了 但下一個遊戲 可能會不會 可能這個 Sakura-chan 死了 也不會 那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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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知道 你只是看到 那身的裝扮 你就知道 這傢伙 肯定是有問題的 我身這樣的 街霸造型 真是女的 你肯定是女的 你有沒有看過超級無效霸王 不要說這套 這套簡直是絕品 我好記得任達華做這個人道 我好記得 我們先說回故事 故事開頭 簡單來說 是逼你接受這個故事指定 不是 你說大屠殺 其實是一個超展開 就是這樣說 他現在就是告你 總之 特地把你捉到一個 不知道什麼的空間裡 我不知道是空間還是 他們沒有意義 不是 大學 經常說是封閉空間 總之他就說 你們一定是走不掉的 他說了一些 走不掉的設定 其實他設了一些屋 你當作是一個疑世界 總之這些屋就是絕對的 簡單來說 你必然的這些工作 一定需要一件事就是密室 因為你背景很重要 你密室其實包含很多東西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你不可能被外界干涉到 你也不可以漏出外界 也不可以讓外界的人 差不多到其中 就是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你不要管 他是不是黑科技 這個我覺得反而 我不是很專注 重點是 他總之給了一個空間 這個就是密室 這個密室他應該還有 你不需要想 他生活的條件 會不會受到 有什麼影響 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他們出不去 就是簡單 你看到很多人說 總之你們可以 一輩子都生活在這裏 都沒有問題 有些出事 如果推理上來說 平時你說推理作品 裡面的密室空間 可能有孤島 或者一座宅裡面 可能不如暴風雨 也好 阻斷了你出去的道路 但這個情況 可能是幾天的情況 外界會展開手術行動 或暴風雨過了 出去的東西 有些少許特別 其實你說它的設定 裡面 好像我們一般 以往看的一些 所謂的推理作品 所謂密室也好 運用去孤島也好 總之 硬是突然之間 他們出不去 但是 其實 往往那些的作品 它是有所謂的時間限制 但是它一開頭 裡面就說 沒有問題的 你們可以不出去的 你們一輩子住在這裏 就可以了 這樣就出事了 你看到它有個特點 就是 不可以食物是無限供應的 這個維耶索沒有五名二餘的 這裏是無限供應的 你不要理 總之它現在就是那個屋 你現在總之出不去 你要理 推理小說 你不可以忽略你 他現在是說 我創造了一系列的環境條件給你 首先第一就是 你們 沒有可能可以出去 第二就是 你們 如果不想出去的話 你們可以一輩子 生活在這裏 都沒有問題 但是 如果你想出去的話 就請你殺一個人 還有 就要不要被人 好像剛才無懷都說了 你不要理 它究竟為什麼 設這些條件出來 總之說 現在這個遊戲規則 就是這樣玩 你只能夠說 沒有人能夠可以 挑戰神的規則 不是 但是有一個弊端 就是它設這些規則出來 比如說 你殺了一個人可以走了 然後 會被人猜到是你了 但是 那個期限是什麼 他又沒有說 他會突然間追加一些規則 他又沒有說 很明顯 第一集 你們殺人就可以了 好 我先打算 第二集又說 但問題是什麼時候呢 他說畢業 畢業是什麼時候呢 他又沒有說 所以他在說 畢業的意思就是 你逃出了這個學校 就為止你畢業了 不是 掌路的意思就是 黑白鴻說的東西不夠詳細 就是 第一集他說 你們殺人就可以了 第二集說 殺人還沒就可以了 還要搞學級會議 搞大論事 他的感覺就是 好像死亡不忌 他本來一開始是很簡單的 他不斷加一些規則 我怎麼知道 你是一個主辦方 我怎麼知道 我做了達成某些東西之後 你會不會再追加一些條件 你玩我 這樣的意思 是的的確是 但是 夜人仔講的 他講的就是 他現在一開始會講 有些清潔 有些規則 他就先講了一些 然後 其實 你會不會 他本身 他開流就是 這班學生 就是說 首先就是 在這個股島裡面 總之 在這個高中 超級一流 最厲害的界決裡面 那個人 而 在裡面就是 這班人是充滿希望 他們人生是充滿希望 他們已經是人生的贏家 他們已經是 那就是 可能 接著就抓了這班人 在這個 混了他們 在學校裡面 然後其實 贏過了 阿克伯雄其實 殺了他們 其實一直都給 他首先就說 困了他們之後 就給了一個絕望 你們永遠都出不去 但是 我給了一絲的希望 你們 你們只要殺一個人 你們就可以 但是 他那時候就說 可能這樣想 咦 殺一個人就可以 咦 這樣 殺了 然後殺了 然後搞定 誰知道 他又踩到你一腳 其實殺了人之後 還要搞一堆的手術 沒錯 就是說 你完全不知道 那個主持人想什麼 他那個反覆 是 希望你 然後再踩你一腳 所以 單案的空手很慘 早就只要 麥公正家庫才走 大佬 那個鬼子搞學校 那 然後 你 說 總共 被人抓了的 就是 十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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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阿明哥那個 那個 小女兒變身之後 好像 Sister 他好像變成了北斗之拳 那個人 我記得 就跟Sakura 差不多 不是 不要這樣說 人家好歹 都是小龍的官配 是小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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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第一集我製作OK的 首先 我現在說什麼 你就要相信 那就不會有很多時候突然說 啊 我又嘗試逃出又嘗試一集 然後又嘗試做其他事情 即他不會有很多無關主題的 是小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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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會直接做整體 然後 其實剛才都說 一開始叫他們 殺人 就可以逃離這間學校 即是所謂的畢業 殺人就可以畢業了 非常之好 很簡單的條件 這些就是在一個環境中 即是他們始終還是說 我的人生又充滿了希望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死在這裏 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想好 他們說 我們失蹤了這麼久 我們家人一定會知道 警察應該會找我們的 當然你說 其實黑糖龍每人給了DVD 他們 收錄了他們 他們看完之後 就很想出去 很想出去 其實這個是給一個理由 去做大屠殺的毒機 通常你也是的 那些兇殺案都是說 有些人進不去的 最大原因就是因為他沒有殺機 即是他沒有一個私行兇案的理由 問題就是他看完這碟 其實 老實講 我覺得這碟的內容 你未必看得到 究竟我一直給你一幕 你就會想殺人 我們是不會明白的 但他也不需要交代 總之他們的角色看完之後 他們就會動得殺機 你會覺得 在天秤上衡量完之後 他會覺得 我寧願殺人 我都要出去 動畫做到 其實是 告訴觀眾 你不需要你的動機是什麼 總之他們全部都有動機 應該說他給了一件事 就是 首先 因為開頭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我為何要殺人去離開這裏 跟著他就說 你可能就說 如果 好像一般動畫 我每個人都要給回 這麼多了 給回十分鐘 他簡介說 我外面有臨病在床的媽媽 或者我失蹤了的阿妹 或者是我的青梅竹馬也好 他不講太多話 他用了幾秒鐘就說 用了幾秒鐘就說 用了給你看DVD 然後整個鬼樣 然後就說 不行了 我很想出去 很想出去 他就解決了 每個人 必定要出去的動機 這樣就省了很多時間 不需要你的動機是什麼 不再需要推測 為何要殺人 我很想出去 我很想出去 就是全部人現在的動機 就是我要出去 將兇殺案單純 歸類了我們集中 在他兇案的過程 沒錯 那他的動機 條件什麼都不用你 或者這樣說 你可以說 是賦予了一個理由 給他出去 但當然那個人做不做 其實是另一件事 我想 這樣說 通常第一個動手 那個人 是要很大勇氣的 但通常有第一個人動手 之後 那些就會動手 特別是現在這個 《渴急制裁》 我覺得這個 是因為要遷就一個遊戲 其實你會覺得很有趣 很多作品 不需要立即有個制裁出現 去找個兇手出來 是沒有這件事的 就算我們看一套 我和《贏人者》都很同意 這套作品其實 有些佈局好像算計 那套作品 也沒有一個叫學級制裁的東西 即是不需要找個兇手的 是沒有這件事的 但是他這個遊戲 因為他最終是遊戲 所以他要找個兇手 就是很簡單 他的條件 你找到兇手 兇手便會死 你找不到 全都沒有人死 簡單一句 你找不到 你找到便可以玩下去 他的原意就是這樣的 在那個情況下 其實正常來算 我不知道之後 會不會有出現的亂子 如果你是正常的遊戲 按這個規則 如果不加任何條件進去的話 15個人最後只會有一個人 甚至沒有人贏 只會是這樣的 要不就全部死 要不就最後鬥到 可能只剩下兩個 三個 這樣就變成格鬥遊戲 那你說一開始的故事裡面 當然其實很典型 就是說 當說要殺 可能說 有些人都會說 有沒有人有機會 就說 為什麼都想殺人 就一個人自己滾出去 當然一開始就很典型 有些人就說 我不會和你們一起的 我自己一個人的 可能那時候就想 嗯 這傢伙的死實 突然之間飆高了 尤其是 尤其是還戴著眼鏡 還是一個叫做 看上去 在裡面都看了一個靚仔 通常這些死亡率都很高 我開頭就說 嗯 是不是第一個是死的 你看聲優表 誰聲優最無形 誰最快死的 不一定 可能死了一些很出名的聲優 然後最後推你作品 走出來說 原來我沒有死的 不是 還有 不是 我不知道這可能是第一個遊戲 其他遊戲 又不是他們先的 不要這麼厲害 我聽說 他沒有所謂 走木 不是海貓 他是一直線過 死了就真的死了 即是一個故事 是的 有些死了就沒有出場機會了 是 好 那故事 說到 一開始每個人都說 有些人就提出了 一些人就說 嗯 我們每天都要在一起 我覺得都很豪苦 結婚男人在一起 不 他們總之說 寶貼單事 應該說 總之 就是晚上大家就要 放在房門 其實我不太知道 為什麼他要分個晚上客出來 對 這是一個密室 這件事很奇怪 我覺得是日光變化很神的 我覺得是 無果你只是說 第三集 我只看得到第三集 他說晚上因為不能洗衣服 不能用水 所以 所以那條傻子才要笑意 要不然 他早上洗一件衣服 應該是這樣 我唯一想到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 和算計也有點相似 算計也有分夜晚 但算計有個規則 是直接下了規則 就是晚上不能出來 犯規多於一定次數 被人殺 就是被主辦單位殺 還有 所以有些不同的 但這裡你說 晚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分別 我想 你說不定黑白熊 過了一陣子 又發現又沒有人殺人 已經有點悶了 於是又加了一些東西 你不知道 我覺得其實也會這樣做 不是 他那裡說 就是 動畫現在他那裡說 總之就是 晚上一定要在 你的房間睡覺 不是自己在房間睡覺 在房間睡覺 當然你說黑白熊 一開來就想到 神一殺 一殺 有人也這樣做過 黑白熊 你當他是叮噹 他什麼都可以 他完全明白 在空間 沒有一樣的地方 大家幾知 差朗幾圍才會殺死你 但其實我覺得 這個 在一個著重 論據的推理作品 出現這個 超越常理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他的熊 是可以在無聲無息出現 明明是監控鎖出來的 監控是怎樣的 一是他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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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渡 我又覺得 你這些是我覺得 是表現手法問題的 假設他不是被那些 不知道什麼 所謂門之槍插死 原來是每一個人 他們被人運進來之前 體內已經有毒藥 他是無端端 就是用一些 遙控的裝置 令到那顆毒藥化作 令到那個女生死了 這樣很合理 問題就是說 這件事我反而覺得 你都可以當是黑科技 你問那些槍怎樣來 怎麼可以 這麼巧放在那個位置 如果這樣說 整個地板全部都是這槍 應該是這樣才是 這個我反而 不是很專注 因為其實 總之他打給你 這件事就是 你反過黑白熊 你攻擊黑白熊 你就會死了 總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 YES和LOW的道理 總之我現在說 我講這件事 YES 我講這件事 我意思這件事 不是一個什麼大問題 好像剛才說 是一個表現手法的問題 但是 他是否要做到 一個黑白熊 好像這麼萬能 去無中生有 去做這件事 尤其是 他講這件事 其實這個都是 我剛才所說的 他是為了釐清的事情 就是 總之 我現在講的就是絕代 我說了 如果不是 你其他 你講到他 好像說 他用機幹性 那些人說 趁你沒有機幹 我拆開你的機關 如果你覺得 這個是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 人總有弱點 或者他總有大義的時刻 但是 如果他 既下人 他還有一隻 自爆完之後 還可以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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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隻QB 他死了之後 還有千千萬萬隻 他會自爆的QB 超多倍 我明白 贏人者是想說什麼 類似的情況 就是 當你所謂要講求一個真實推理的 環境裡面 要有物性 人性 你怎麼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利用 一隻熊這些超科的機關 去殺人 就是我們不找 又反過來 因為黑科技 所以你才運用不到 可以反過來 如果你說 毒藥這樣計 我用剛才的例子 有毒藥這樣計 可能有些人會想 他們不會把毒藥出來 不知道他們放在哪裡 這樣 就會把Focus放在那些地方 反抗他 但是作品 其實重點 現在不是轉擊黑熊 我們不需要去想想 怎樣反抗這些 我們要想想 哪一個人殺人 殺完人之後 怎樣捉出來 這個才是重點 他們不想你捉害用神 所以才用黑科技 掩蓋了 你已經贏不到 你在我面前 只是一班倉書 你想踩到 就要太多 但麻煩你定時殺人 給我同學 那這個故事 一開始 當然主角 他高校最幸運 其實中獎 怎麼一個是 不要中了 那阿妙木 一開始 剛剛有一個 又跟他看 說 我跟你三年都是同校 那位偶像 我又不記得 那個名字 然後那個藍書 我就說 你哪位 自己拔自己騎 很正常 他對於這些 所謂的殺人 我一定有代入 就是 哪個傢伙走過來 那傢伙一定是奸的 不是 哪個傢伙走過來 跟他講一下身世 交代一下個性 劇情 那些人可以吃得到的 我想那個 那個idol是沒有完 我想其實都不算 可以說是奸的 第三個 是有什麼交代 他都有掙扎 但是 我想這樣說 沒有玩過原作 其實不知道 他所謂的掙扎是什麼 總之 他真的是由你一粒洋子 超過什麼什麼 推你出來 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總之 其實他想利用主角 交換房間 那一下 其實他想陷害主角 那他叫那位 彭球的那位 那位人兄 就過來他的房間 這樣可以勾別人來選 不是 其實他可以選的目標不多 第一 他是身為一個女性 他一定要勾一個男性 沒有理由選小英 是不是 沒有理由選男主角 是不是 不是沒有理由選小英 小英 不是選一個宅男 游泳那位女生 已經 小英已經有 已經有配對 你明明 你知道 由開始 一開始他們 去找回 周圍究竟有什麼 地形 還有搜查 已經 小英已經找到了 你要明白 不是小英 是被人找到了 不是他們有共同的嗜好 都是運動部的人 所以 首先 我們要說 第一集 我很喜歡說剔除法 首先 第一個男生 已經剔除了 小英 然後呢 男主角不可以選 這個受害人 有很多兒子 還有 渣男你會不會選 不會 渣男你會不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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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男他會說 我只喜歡二次元 你這個三次元的偶像 你給我死開 所以 所以 其實 沒有緣 不是很多目標可以選 他那種字 勾引到的人 數量是很有限的 你要明白 你這樣說不行了 你很多這個感覺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去看AKB 所以你這樣說 是一觸高打算 他自己親口說 在這個 他死了那天才說 那他也是有說 他第三集才說 我誰會知道 你之前說過 作為一個神釋 既然他是超高校的 渣男 不是普通的渣男 其實那個決定好像不是這樣寫 好像寫他 是甚麼唐人狀人 是人作家 所以你不要挖他 雖然他肥到像栗子一樣 或者像栗子一樣 吹氣波波 不是栗子 所以你不要這樣挖他 然後跟著就說 那個風紀委員 更加可能 作為一個風紀委員 我怎麼會接受這個女性的誘惑 我怎麼會在夜間去 很難說的 我怎麼會在夜間去女性的房間 不是 我覺得他是那些 我一定不會去的 怕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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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會 怕人開門 我覺得是那個 算了 其實人都死了 你很難說 你別管 我為甚麼不選這個 我們現在用很虛利的 剔除了發剔除了 究竟各位偶像 我沒有理由不選磅球手 所以選磅球手 這樣就不少想任何問題 我覺得他們在恥笑這幫人 好像要 不是 我們現在用 我們代入武員的心理去 選這個目標 我現在要 我現在要殺人 究竟我選甚麼目標 然後你說 還有占卜師 誰知道他不是真實實力 哇占卜師 你想殺我 沒有那麼嚴重 雖然他說他自己只有三成 但是你知道三成是一個很高的機率 萬一被他猜中了 那我就不妙了 即是他可能真的剔除了 選了誰 然後眼鏡 眼鏡是更加不可能 為甚麼 他說過他自己想自己一個人 你叫他他一定不會肯過來 還有誰可以選 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是眼鏡 有錢仔 太子 遲到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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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比無限的一種方法 不用要棒球 有棒球軍力 剛才說 重點不是棒球 那兩樣都沒有的話 那他就贏了 不是 棒球可以給女兒提供 男的體力其實應該贏女的 不問題就是說 女的叫他過來 可能有困難 因為他作為一個idol 叫女的過來 而且有這樣的遊戲規範之下 大家會有提防 男的倒神很多 有條女的出來 還要呼 應該是這樣的情況 至於你說要約誰出來 其實我反而不是 我覺得 自彈 可能單純一些 可能容易弱一些 出來 他就中了 至於你說殺不殺到他 這件事 很簡單的 這是講特集的 突然什麼把都出來 雞一雞 除非你是金鐘罩 這些傲擺上身 我幫你不到 假設這裏六個人 全部都參加了這個遊戲之後 我一定是第一個死的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被女的叫他入房 你人身攻擊 放心 我會在之前換了這些名牌 殺他不成的原因 因為 那傢伙中途縮殺 究竟殺不殺他好 當然這個是事後推論 另外那位 超高校問號 好問號 因為他真的問好問號 那他真的問好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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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著 他說 又好像突然間 良心發現 究竟應不應該殺 其實把刀已經堆了出來 然後還問 應不應該殺其實 那OK 最後就是因為這樣而失手 被人反殺 所以很明顯是 除了棒球軍之外 他完全不適合任何武器 你看刀都要揮 那麼多刀都還沒殺到 還要用賽刀殺 還要亂打 我剛才問過 我玩過遊戲員 他說 其實那把刀 其實有一個線索 因為那把刀是假的 假刀 是無具刀 不是真刀 只是裝飾用的 你覺得那把日本刀 對 因為他就說 其實有很多 一些不關系的東西 或者其實未去到很大影響的東西 即是把刀是拔不出來的 他將它全部拔走了 令到故事可以 可能你會覺得很簡單 現在可能整件事 你會覺得很簡單 但因為遊戲裡面 其實有很多廁所的東西 你要去到處找 所以其實他剔除了很多 說 太妖亂性那些就算了 不要了 留下一些比較key 可能你在套戲裡面 你可能看到那樣東西 就像剛才說 門鎖那樣東西 即是一些key point的東西 給你留意 你由那些key point 你猜到那些空手是誰 這個做法會比較簡單 只要你剪了一些細字 不要影響推理任何問題 但如果說一說 我還是覺得他是推理不到的 即是你看完頭兩集 我覺得是很推理到的 大家覺得推不推理到 我寫個port出來的 你說我推理不推理 有鬼看到的 第一宗案因為他留字 那可能第二宗不是留字 那沒有留字 那不就算了 那到時我看了 至少我老實說第一集來講 我作為我看這部畫 其實好像剛才說型所說 他有一些很細緻的 我覺得他全部拔掉 即是他基本上 可以留下來的 我覺得一定是有用的 所以其實你說要聽你的東西 他給你 你很多偵探作品都是 很多偵探作品 你猜不到的原因 是因為他太多獻 你都不知道哪個是真 哪個有用 哪個是假 但如果你玩這套動畫來講 其實他的所謂的搜查時間 可能只剩下1分鐘 兩分鐘 他看到的東西根本是不多的 那些全部你都很清楚是有用的 那你組織的故事 其實很簡單 你說用回第一集來講 很簡單的 就是一件事 你看得明白的血字 你就已經可以明白了 因為現在進到第三集 所以我們不是劇頭 其實那個血字 老實說血字這些東西 倒轉來看 不是第一次的 是有作品用過的 老實說你有看過 你就會覺得這個血字 正常的邏輯來講 血字是臨死的人 傳達他最後一個訊息 他現在不是同體 在玩猜迷魚 還慢慢開始 被迷宮 慢慢走 不會的 所以他1037 這一吋字 如果是沒有特別意思 不同任何人蚊合 一定就不是這麼解讀 還要你明白 他給到幾出就是 那些人的偶像臨死 都可以寫得這麼公正 同一個太速機寫出來的字 是沒有分別的 你不如問在一個位置 同意吧 現在你問兇手 有沒有抹走那些字 不是 你看看那些字 在哪個位置 它在背脊 不是 那個N字在背脊 你試一下你自己伸手去後面 寫N字 但是參加回憶畫面 再看回憶畫面 不知道是不是回憶畫面 是無疑案件 是站在那裡寫完之後 然後被人刺到 才會趴在地上 所以那些字會 噴到他背脊 正常的站在那裡寫 其實在手位 是合理的 如果這樣的話 站在那裡寫 你會不會站在那裡 還要背著地寫 那不知道 其實很簡單 其實那個畫面 有描述到的 就是臨入到浴室之後 那個噴球手就在外面 開不開 於是武員就很害怕 到噴球手拿開工具 就離開了門 武員就在那裡吞場 臨死之前 就在後面上寫字 用自己的身體染住 最後被人插一刀 死了 就倒下去 那就遮住那些字 所以其實不是 對 他那時候好像很餓 他的身體 也沒有遮住那些字 遮住了大部分 只會遮住 你只看那兩洞 你不一定覺得是血字 他應該這樣去理解 你都知道那些是粉紅字 另外其實我還要說 一件事 這個是很明顯 因為門牌換了 其實這個是很明顯 很明顯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只有兩個人知道 他換了房 就是男主角描幕 以及沒有緣自己 所以換名牌的人 一定是他們其中一個 如果不是裡面的故事 就太複雜了 既然不是描幕 就一定是沒有緣自己換 那為什麼他的東西換呢 換了 就是證明了 他想說回自己 真正的所在 就是說簡單來說 他約了他們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推理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有用心想的話 是可以推理得到的 至少兩點是 另外其實還有一點 還可以推理到 就是門鎖的問題 門鎖的問題其實很刻意 講到 特地黑白熊都還要走進來 跟你說 哈哈你懷疑了 你真是臭小子 哈哈你不恨啊你 然後第二集 他死了之後 你有一個鏡頭 都看到那個門鎖 是繳開用的 如果是描幕自己 是兇手掛 他就不需要叫開門鎖 所以這三點 這三點是一定看得到的 其他的那些 什麼玻璃球 那些 我想未必猜得到 因為那一瞬間 他沒有很多 搜查 那裡 第一件案件 我想 頭三集 他想給一個印象 就是說 事件的証情 會怎樣發生 所以我覺得 他散開了很多東西 其實應該說 頭三集 是給你 觀眾一個 idea 就是說這個遊戲 要怎樣玩 這個學校裏面的所有的一切規則 以及他的行程進度 他由這三集裏面 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手法 展示給你看一次 總之就是這樣 還有說 衰了會怎樣 總之其實這三集 這三集已經告訴你 整個遊戲怎麼還 應該告訴你 必然的流程是怎樣的 你 適合看的你繼續看下去 不適合看的話 那就拜拜 如果以這個進度來說 三集一個case的話 其實他不是死得很高人 不是 第一集導引 然後兩集就殺人 那麼 一個死人加兇手 兩個死散 兩個死散 就是這樣 理論上應該 應該說得切 如果是十三集的話 他不一定是兩集兩件 還有 夜行者 不要想得這麼黑 未必一定死光 大部分這些作品 是不會死光的 我真的看這麼久才看 那個作品是死光的 對 最多你現在死下去 死多六千 好嗎 不是死光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對於整個遊戲 整個動畫來講 你不擔保 就好像 無緣無故在這個事件裏面 有一個人多口 就被人萬二千辛殺死了 你不擔保 有其他 更離奇的原因 最光像你還想走 是沒有可能的事 這些是 意外死的事 你真的吹不上 我一直都在想這件事 15個人就算了 但如果死下死下 最終只剩單數一個人 那怎麼辦呢 就是16個位 但我留意到 那不是 反過來 這次我又再 又再一個人 就要踩黑白熊 又剩單數 那怎麼辦 你踩了什麼 那怎麼自殺 但是這樣說 不是很簡單 他剩下一個人 他就找新生入魄 這次是高校超殺手 沒有話 張瑜老師 但是你說 其實 我這樣看 其實 我自己有疑惑 我都特意 我沒有問我 我的朋友 我覺得 黑白熊殺 另一個萬二千辛的那個人 我覺得 很可疑 我覺得又可疑 因為我感覺 其實黑白熊是 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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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他一腳 你意思是可疑 意思是說 他還沒死 一開始 黑白熊都說過 其實他不會主動去殺 他們 但是很明顯就是 其實黑白熊那一刻 很有挑釁性 其實 他根本就是 那個人說 我不查 沒事的 他不查 最多他就死了 黑白熊是不需要理他 但我覺得他講一下 他說 一說不查 黑白熊就好像反常 那樣說 你不可以不查 我覺得有些反常 有少少反常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 你 你有所不知 你看看黑白熊那個樣子 他明顯是M 來的 你怎麼多享受 不行 不可以不查 當然要被人踩 那個樣子 一定是M 不是 正常來說 推理作品 一個角色 他名字 可不可以交代過 花老陳 多數 今年一類之後 這是 裝死 很難裝死 你怎麼知道 但我會覺得 他的死是有些奇怪 因為 在這裏 其實他抓這幫人來 都叫精心挑選 沒理由 動一動就說 我推你一下 你就無端端就對瓜 我 其實我覺得 雖然他說過 但是這條人說 我死了 我有千千萬萬個 而且他不查 我就說 你不就算不查 他都說過 他都樂見這個情況 其實是 為什麼他一定要逼一個 我不想查的人 要去查 其實那一刻 我有些奇怪 可以有概念 我自己覺得 有時 他殺這個人 就是叫什麼 就是那句 就是那句 就是叫做什麼 宣示權威 當然 阿薛琳他所說的 我也都不能夠 完全否認 因為其實 很多作品都是 我又說說 又算的又好 甚至看了一套 極度血腥的恐懼斗出 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有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說 可能一個遊戲有十五個人 玩 但其實裏面可能 有所謂的主辦人 一些助手 在裏面猜入其中 甚至 是主辦人自己都玩了一份 你真的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他不會說報應 什麼 當然 你說如果助手 他本身 他的作用是什麼 例如很簡單 就是煽動一些事情發生 很簡單 例如說 我現在這個遊戲 不是這樣發生 是十五個人 他們真的好聽話 一個月都不用 那怎麼辦 那個助手的遊戲 是適合運動 促進一些殺人事件發生 甚至自己再殺人 至於他主辦人 如果他真的說 參與遊戲其中 可能他只是吃花生的角色 他其實是想享受 他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至於這個遊戲裡面 會不會有這樣的人 其實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 都不可以 其實這些套路都很常見 但是感覺 作品去到現在就是這套 但是其實另一個著眼點 其實這套作品 其實就是 他的畫面 用了很多遊戲的cut in 其實你說 按誠意 就 之前幾套作品都是這樣做 但是這套作品 你說比起 Personal 4也好 之前那套 也好 這兩套 如果以排名來說 我看完三集 暫時說 我排名是第一 用那個方式 可能因為 比較容易摺 而且那些畫面 沒有那麼多 所謂 戰鬥的cut in 比較容易處理 但是我其實覺得第三集 比較奇怪的地方 他插了很多漫畫的東西 我不知是否可能 我覺得這件事 是有些奇怪 因為這套是動畫 來插漫畫 那些角色 設定下去 很奇怪 我聽我朋友說 因為他很多一些畫面 其實比較有血腥的 就好像 他淡化 那一刻 他用那個 抽象的頭髮 你看到 千夜打 你試一下 那幾個球員打 那些人 他最後都是 給了一個黑 小小 有一個黑影 其實我覺得 我的樂隊說 是因為 裡面的血腥很厲害 就算 你看到 裡面 就算偶像死的 是粉紅色 偶像切開 都是粉紅色 全部都是粉紅色 全部都是粉紅色 什麼意思 不是 除了是Hardware IS 現在黑切開 是不是粉紅色 所以 他說 可能這個 都是特地的 因為要 遷就這些畫面 所以他用回 不用 他淡化 他淡化 一些血腥的場面 你看到他 那一刻很衝擊 其實我比較在意 他是手上那一刻 不過 不知道是否遊戲system 你叫主角有三顆子彈 所謂的 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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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叫炎彈 他再量好像逆轉財貝 這樣 一個地方就 插過去 但問題是 為何做動作呢 因為他也知道 什麼子彈 他就沒有關係 其實很嚴重 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炎彈 本身 因為 本身遊戲裡面 有很多線索 我要搜集很多線索 即你有很多顆炎彈 你用那顆炎彈去攻破敵方言論的破裁 這是一個重點 但 現在動畫版的問題是 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收集那麼多炎彈 我們也不用在那些炎彈裡挑選 那些是攻破對手的言論 我們只是順著故事 炎彈基本上就是 找到的證據 炎彈的效果就是 效果 我們只要飄一聲彈 就行 我不用你一顆炎彈 我不用你三顆四顆 只要飄一聲彈 二禮咯 二禮咯 拍桌咯 沒什麼的 當然咯 可以做到情侶錶都不飄的 那是時位彈 即是說總之 剪掉那些東西 就這樣做回普通的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當然這個我覺得是 李岸成二 他自己本身的處理 他喜歡怎樣處理 那可能說不定 一些玩原作的 他會覺得我的共鳴感都不奇 我沒有玩的 我只能夠說 我至少知道他的遊戲本身是怎樣玩 我就沒有說很反感 其實我沒有玩的原作 我有做過一個做法 當炎彈 即那個玩家出現就說 沒有新線索 那時候可以停在那裡 好像一個question 然後問一問 真的沒有線索 即你可能在那個位置可以停一停 是不是真的沒有呢 即好像一個question 那裡其實 你如果看動畫玩的話 一個question 我現在給你了 拋一個question 你想想到你可以停 那一刻大家去試 停一停在那裡 所以有買的話 就像逆轉才會的那種game 那種進行方式 是相似的 所以你說anyway 最後三集裡面 現在的進步 其實暫時說我覺得 夠爽快 至少很多東西 就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佈局 而他們就說 已經用了什麼呢 用他們衝擊的形象 就是小英那些 要不就用他們 已經是超高效XX 總之你就知道 他是一個大概什麼的人 有什麼技能 例如說 剛才棒球 就懂得投窄 還有其實他 都不是說沒有這件事 他們很多時候 就是當黑白鴻 講完一件事之後 其實他每一個 選擇一個角色出來 他們會講一句對白 那裡就是表現那個角色的機會 他用了一個最簡單的處理方法 所以我暫停看完三集裡面 暫時的評價也挺高 嗯 OK啦 我也覺得 但是有些表現手法 我自己個人來說 不是那麼喜歡 當然他還沒去到盡視 因為他本身 他應該刺得很厲害 我感覺是 純粹我覺得是表現方法 但是你說 至於說整個流程 其實我都覺得OK 都是出色的 這套就到了 那我們應該暫時說 都算是比較推介的一套 好啊 那我們就下節回來 再講其他的作品 下節回來 再講其他的作品 就下節回來再講其他的作品